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 我們又來淘寶開箱吧 這次買了 6000元 差不多6000元 那是雙10月份嘛,當然要買這麼多東西 不買多點,節省多點,都對自己不註 只不過是不買完後銀行不太多錢 沒問題的 首先講一下大家已經看到的就是我背面這個東西 開箱的畫面我已經錄下了 現在播放給你們看 我猜不到它的東西這麼大 我們剛剛在想為什麼它只有這東西 它的電線在哪裡 聰明如我一早已經猜到它裡面 哈哈哈哈 它裡面還有一個說明書 我想問是什麼 不是,它教你類心根緩不同的東西 它的插頭就是這一種三腳插 看看 長按...不是,單擊開機 開了是不是? 對呀!開了! 風扇在動 然後濾心安裝了之後 它要按這裡6秒 去開那個濾心 看到嗎? 有聲音就OK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轉過來的時候它是16 我完全沒有錄下我一開波的時候 那個污染指數是多少 咦? 立刻降了 又有14個變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其實它這個數字是... 咦?又升上去的? 這個數字是說空氣污染 即是空氣那個乾淨程度 其實它這部機是 是給很大的空間去用的 我們這裡用這部機 其實有些... 大財小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這個studio 是沒有窗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一部空氣清新機 去令我們這部空氣好一點 身邊也有不少人 是有用過小米的空氣清新機 就推薦我們用的 所以我們就馬上回去試 想不到它開完之後 的聲音是這麼小聲 我看到留言的人說 空氣差一點的時候 它裡面的風扇就會自己調大一點 這樣的話 聲音才會大一點 整體上來說 都是很安靜的 咦? 下一樣就是這個 好了 下一樣東西 就是MIRROR 曾經推介過的一件東西 那時候我就覺得 嘩!好棒啊! 這件東西 它就是一個 夾在這個電話上用的鏡子 而且上面是一個光圈仔 你可以照鏡 我的頭髮剛好亂了 照完鏡之後 你拍照還有一個光圈仔 晚上拍照的時候 非常好用 它夾在電話之後 鏡子還可以移動角度 嘩!我真的覺得這個很棒啊! 這件東西 是女生的恩物 而且它是有不同的光度 還有這個 色溫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 可能在鏡頭上 不是太過明顯 不過不要緊 而且它是有個充電位的 對啦!它的鏡下面呢 有個Android頭的充電位 它沒有電的時候 你就這樣就可以用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它不需要電心 電心的東西太麻煩了 好!下一件 很輕啊!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其實呢 每一次買了淘寶 都忘了自己買了什麼 什麼呢? 哦!這個是一個藥盒啊!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個藥盒呢? 試完就是因為我媽媽 開始吃這個濕嫖紋 那它有時候呢 就會不在香港幾天 那我就打算買一個盒 給它放它的濕嫖紋 讓它呢 可以分開每天要吃的量 這樣就方便很多了 嘩!所以就買了它啦 它是 星期日至星期六 而且它怕有些人看不明白 英文的星期日 它還要加上數字和中文字 我覺得這件事都蠻貼心的 下一件 這麼小的? 哦! 我買了一個眼罩啊! 其實我跟Felix的作息時間 是相差非常之遠的 我們身邊的朋友都會說 我們呢 根本就是長一點 我起床的時候呢 Felix就睡覺休息 我睡覺的時候呢 Felix就起床做事了 所以我就打算買一個眼罩呢 我們有時候可能要開燈做事 那另一個睡覺的時候 就可能戴著眼罩 會比較舒服 而且我看到它這個 它的設計非常特別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它是立體的 感覺上也挺帥的 而且黑色也挺漂亮 哈哈! 而且搭飛機的時候可以用 它這個是魔術貼 不會有一個彈著的固定 我覺得真的蠻好的 然後它送了一雙耳塞給我 我耳塞是不需要的 然後它有一個袋子 就是給放這個眼罩的 不錯!多好! 下一個! 這個是... Pan Stand 我買來就是給我們那個 冷氣機遙控 因為我們冷氣機遙控 經常都不知道去那邊 買一個左會方便一點找 用完就放下 嘿! 我就是看它的設計很簡單 我喜歡 暴力型開箱法 欸!其實它挺漂亮的 它下面是有些膠膠的 就是放在桌上 不會怎麼動 這個設計很貼心 欸!真的很開心啊! 可能天貓的東西真的特別好 暫時一點服都沒有 下一張! 我覺得我每次開箱都要問一次 噢!這個是我的假髮啊! 我買了一個假髮 是一個出Diva用的 因為之前我是用真髮出的 我特地染了一個啡紅色 去出Diva之前 那...現在因為我是黑髮啦 最近想出DivaCross 所以特地買回Diva假髮的 因為它送了爆炸糖給我 然後送了一個髮網 剛巧我現在的髮網 不知道去了哪裡 然後送了一個梳 可是我沒有看過這樣的Wigsaw 我之前是用一塊的Wigsaw 然後它送了一個假髮護理液 對 它前面還假裝了韓文 但後面是中文字的 超級搞笑 好!下一張! 這張東西呢 我已經買第三個了 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麼 我猥瑣啊! 猥瑣! 非常猥瑣! 好啦!我們先開箱主體給大家看 先開箱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小米的乳膠枕 它這個枕頭呢 一開始是阿屎推薦我去買的 它真的很好用 它好用的地方是在於 它這個是乳膠做的 一來它方便清潔 二來其實它真的不會變形 而且它的乳眼度非常適中 很適合很多人用 我推薦給Amber去用這個乳膠枕 它乳膠枕呢 它就有點特別的 它是不可以拿去曬的 如果你要清潔的話 你用一些濕毛巾去抹一下它的表面 就可以了 乳膠枕最大的缺點 我相信是換枕頭套超麻煩 不過呢其實它那個表面呢 是會比較絕的 所以呢 換枕頭套呢 是這個枕頭最麻煩的地方 其他呢都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 我推薦所有覺得 現在自己的枕頭不夠好 又或者你們剛好想買新枕頭的人 可以試一下這個枕頭 真的很好用啊 我已經用了幾年了 另外它會送了枕頭套 我自己覺得它的枕頭套的質感不太好 下一樣 咦? 什麼來的? 喔! 是一個袋來的 因為呢其實小白呢 是一個這些lady小小的斜背袋都沒有 那可能因為我年紀已經開始大了一些 有時候出席的長盒呢 是需要一些 符合裝束的袋 因為平日出外呢 我只是戴那個兜肩袋而已 所以都特地買回一個斯文小小的袋 去配上自己有可能會穿到的衣著 這個袋呢 比我想像中呢 好像放得比較少東西 那呢其實呢 這家店的袋子的款式也挺漂亮的 而且也挺快賣光的 有些款式 我就是喜歡它的袋子裡面 是一個大架 它旁邊有一張攝卡 有兩個暗格 那它旁邊呢 就有兩條這樣的鏈子 咦? 它最後後面這裡是有一張攝卡的 即是八達通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都挺方便的 但摸上的質感也不錯 不過這個袋子也不便宜 接著它送了兩條帶 一條就是皮帶 嘩 這樣翹了出來 我很難帶你出去的 它需要一些時間去整整容 那我暫時就用這一條先了 這條帶它看起來都很漂亮 但應該背得久的話 尤其是你的袋子重的話 應該也挺不舒服的 它比我想像中輕 不知道會不會容易爛呢 OK 它背在牆上剛剛好 嘩 接著這袋有點重 床單 這個材質的床單是我買的第二次 它是超舒服的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出 其實它是跟那些 UNICO毛印那些 褲是一樣的質感 一開始的時候 我在想 用這些床單 會不會睡覺的時候 熱一點的 其實是不會的 而且它真的很舒服 尤其是枕頭套 當你睡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舒服 很想睡久一點 我特意買多一套 我之前那套是粉紅色的 不過那個都用了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起了一點毛粒 我覺得起毛粒不算是太大的問題 最重要是它的枕頭沒有起毛粒 那就OK啦 是一樣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IG的話 就會知道 自從上次玩了一個滾軸流冰之後 我就對另一件事很有興趣 就是這個滑板 我是因為看一個韓國女生的IG 覺得滑板很棒 好像很好玩 其實我本身對於這些東西很有興趣 那些電動平衡車 我都很想玩 就是我很喜歡這些東西 滑板有不同的 有long block 正常的板 還有這些魚仔板 那我就聽人說 魚仔板是最容易的 最沒有那麼容易摸摸的 然後也有人說 long block才是最容易的 所以我就兩塊板都買了 因為其實淘寶買滑板不算太貴 兩塊平均都是百多元而已 是一樣就是這塊板 哇這塊板很長 long block 果然是long block 那我純粹呢 就看它前後都是這個花紋 很漂亮 加上它的圖是粉紅色 所以就買了啦 那long block這一箱 就比較多 送了一袋這樣的東西 還有送了這一塊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是滑板袋來的 那它就給你裝了裡面 然後揹出去用的 那其實質料也挺差的 但始終是送的 不可以期望有什麼好東西 然後這裡呢 裡面有兩個belling 有一個給你畫的東西 我不會用啦 總之就 然後它有一個 調節用的東西 還有一支ky 然後這盒是什麼來的呢 喔它送了兩塊那些 護著一塊block的膠 下一一樣 就是防具啦 那始終滑板 我都真的蠻怕摸傷的 其實聽說滑板呢 摸傷的話 這些防具是沒用的 因為它一摸的話 就不是弄傷這些手手腳腳 那麼簡單 通常都是弄傷屁股 那這些護具呢 都不便宜的 始終都是護具 我想買好一點 它其實質感不錯 挺舒服的 一個人都蠻辛苦的 我手太幼了 不是很貼到啊 它不是很固定到的位置 可能真的因為我手太幼了 魔術貼就來到這裡 但我要這樣才夠緊 其實真的不是很貼到的 應該就是 有個洞那裡 就把手放進去 這樣就搞定了 撲傷應該沒什麼問題 剛剛試了兩件事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遲些真的去玩滑板的時候 再拍不拍條片給大家看 對啦 下一件事就是 是一對HER 它這隻是比較貼的布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它是有些大眼性的 今年比較多 看到的那些瘦瘦HER 這個叫做 它的特點就是 它的材展 就會比較顯得到腳型 因為很多短的布 都是因為顯不到腳型 所以小腿比較粗 或者小腿比較短的人 就會穿不到這種布 那今年呢 自從有了這種版型的鞋之後 那很多女生都可以開始穿這些布 而且這些布是真的挺漂亮的 我現在是穿著了一雙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這樣站著 是挺舒服的 那個高度 因為小白是穿不到高跟鞋 如果我都覺得它站著的高度不辛苦的話 就代表它真的挺舒服的 如果你平時穿38的話 我肯定你買39 如果你穿37或38的話 你就買38 因為我穿完襪子之後 塞下去的腳是有點緊的 鏡頭的顏色會比較淺 其實它是一種深深的啡色 如果穿下去是很舒服的話 那到時候我再Instagram跟大家說吧 對了 還有最最最最後一件事 就是我以下會用相機畫面 去播給大家看的一個電競搭腳椅 因為它的箱子太大了 我現在沒有辦法在這個位置展示給大家看 那我已經另外拍下了 那這張搭腳椅呢 我們總共用了十幾分鐘去砌 那你發現它的箱子其實也挺特別的 就是它這裡有個安全按鈕之類的東西 可以鎖 即是它現在鎖定了的狀況 那它箱子就不太能動 那我踢高它的話 它就可以很順利地動 第一步呢 都是先把箱子插在腳上 之後反轉椅子 然後插上藍色的板塊下去 插上它的油牙桿和膠套 之後首先要插上它底部的六角螺絲 放了星降桿上去之後 就可以拎回一些螺絲 最後拿起坐墊位置 再蓋上去油壓桿就可以了 其實還有一件東西 就是我買了還未到的 它就要我先下訂 然後到雙十一那一天再給美金 美金? 啊!美數! 之後它才再寄過來給我 我這次本身就是想買那個 DX Racer新出的這個粉紅色的 貓貓電競椅 但其實我也同樣想要電競的搭腳椅很久了 所以我這次就一次過買賣 那這張貓貓電競椅呢 我會額外再拍一條片去開箱它 這次雙十一呢 我覺得自己買得最底的就是這張電競椅 因為這張電競椅呢 如果你在香港代購呢 是要二千六元的 但是呢 你在淘寶的話呢 這次雙十一呢 只需要一千二百元 人仔 換算一下運費 真的一千五元左右 啊! 大家都知道 其實電競椅一向都大概二千元左右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淘寶的雙十一的時候 買一張電競椅真的好划 好划算啊 好想快點收到 對啦 那今天的開箱呢 就來到這裡啦 那大家如果對哪一樣東西是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記住 下去影片的Description 我是會放下連結的 以下呢就是我的工商時間 那呢 那呢 這次很開心呢 跟天貓那邊合作啦 拍這條影片啦 那是啦 大家都知道啦 每年的雙十一呢 都會有很大的優惠 那今年呢就是 雙十一的十周年啦 今年就會做一個 Biggest One Day Sale 那只要你買滿五百元呢 就會減一百元 但是呢 就限量的 在雙十一的一天 下單 最快的五百個人呢 就會有這個優惠的啦 另外呢 淘寶Light App呢 的新用戶呢 就可以享有一個 2.99人民幣的包遊服務 下面有一條link 大家如果去按 然後再下單的app呢 就可以有這個服務的啦 好啦 很多謝大家收看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喜歡的話 記得按下一個like 還沒訂閱我的 喜歡的話可以按下一個like 還沒訂閱我的 可以訂閱我 記得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那我出片 大家就會收到通知的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那麼多位小笨蛋 我們下周見的 Grand Sponsor 我們下周見的 距離 現在是 大渡 BAT 可以按下 下周見的